美國國務院再發出警告 指野門受到恐襲的威脅極高 要求在當地的國民盡快離開 並出動空軍撤走著野門大使館非緊急工作人員 而大使館就守衛森嚴 外圍駕起重重石等 阻止汽車駛近 防範炸彈襲擊 美軍又派出偵察機 在野門首都薩納上空巡視戒備 由出動無人機在野門擊斃4名懷疑恐怖分子 基於安全考慮 英國也宣布撤走著當地大使館全部人員 另外美國廣播公司引述華府官員指 阿爾蓋達組織在野門分支領袖阿西里 已經研製出新的液體炸彈 只要將特製液體浸在山上再曬乾 就可以穿在身上通過現行安檢措施 阿爾蓋達組織在09年聖誕日 曾經以內庫炸彈企圖炸毀一班 由荷蘭飛往美國抵特律的航班 但引爆棄失靈令襲擊失敗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 阿爾蓋達局 魯圻情計